進去我怎麼樣我自己負責 都你們在判定 爭吵了一天 心急如焚的住戶 終於可以回到倒塌的家裡 拿去保暖衣物還有貴重物品 但為了安全起見 必須分批 還要消防隊員陪同一起 右手邊最重大大寫的入口兩字 居民還可以直接走進去 看到衣櫃趕緊拿起衣物 能塞就塞 能拿就拿 另一邊則必須架設梯子 從窗戶爬進去 對對對 大部分受災居民 最擔心的就是貴重物品以及重要證件 能順利找到的全都搬了出來 而這一頭要找的則是 受困兩天的貓咪 現在這個貓是有傷勢嗎 不知道 還在站往後 往後 雨陣不斷 無家可歸的受災居民 最掛心的人士家當 因為明天過後 日子還要繼續過下去 記者 宋香玲 SCE小組 花蓮採訪報導